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在山地门乡的德文部落 台湾族与卢凯族两族族人和平共生 拥有久远的历史与文化 语言也在互不干扰的情况下维系着 而让德文部落在台湾声名大噪的原因 是因为这里的咖啡 德纳公园真的是一个很特别的地方 因为它是大家都知道过去日剧时代 它是为二的两个原住民的工学校 一个是高市 一个是德文国小 那那个地方过去也是一个日剧时代很重要的据点 我们有两派说法了 一派是说它是日治时期 有日军带进来的 所以学校跟日军的营区周边是发现 最早有咖啡树的地方 就因为这样 所以部落主人有大部分的人都相信是日本人代金汉的 对 那另外一种说法呢 那因为我们就我们原住民的传统的命名 那因为我们这边有卢凯族有排王族 那因为居住在德文的卢凯族的有命名 它有原住民的名字 而且这个名字它不是用咖啡这个音译来的 它完全不一样 卢凯语叫亚老兰的 就是完全不一样 所以大家有在想说 那老人家既然有命名 它应该比咖啡这个字进来的时候 更早就有这个职务了 隐约有几个老人家是有看过 那些日本警察 或是在学校的那些老师们 他们可能在闲暇之夜会泡咖啡 对所以他们也会知道说 他们是用铁锅炒的 就是用我们的杵根就去撬水塔 他们是说就直接磨粉之后就是泡 然后是用纱布去过滤它 对老人家们给我们的讲法就是这样 他是包金帽 部落族人都昵称他阿茂老师 十几年前他回到德文部落 一面担任教职 一面在部落里推动公共事务 也是现在的社区发展协会 总干事 他带着我们在部落里随意行走 探访了骑老的小米园 边拉动驱鸟的铁罐 边换乌乌以母语闲话家常 在我很小的时候我就知道有咖啡树 那些红果我们都会打发当作是甜点 但它吃起来就是带有甜味嘛 所以那时候就会栽红的果实去吃 那真正成为部落的产业 应该是真的就是要从骨坑咖啡开始推 推起来之后 德文的老人家或是山地门乡公所 那时候他们才开始想到说 对啊我们德文也有好多好多的咖啡树 为什么大家不一起来可以懂 所以那时候才有成立了彩销班 对然后彩销班的成员开始学习 怎么去制作就是加工处理 然后后来才有所谓的 充足的一些年轻人 他们开始对这个有兴趣 所以那时候基本上成员都是德文部落的居民 那当然还是有请学校单位来协助一些 技术上的指导或是知识上面的一些教授 所以那演变到现在 我们也有咖啡合作社 然后两个产销班 那当然更多的是有自由品牌 因为当更多的年轻人回来之后 他们就觉得说 我从栽种到烘焙到充足甚至开店 对所以我们现在有所谓的一条龙 行政院定调2019年为地方创生元年 产业是地方创生里重要的一环 说起地方创生 很多人都好奇 这与过去的社区营造有何不同 阿茂老师叫说 他也常常被族人这么问着 其实提到地方创生 其实大家都在问说 因为以社区发展协会的总干事的立场来讲 大家在社区总体营造的这一块 跑了这么多年 其实大家都在问说 他到底有什么差别 只是我都会很简单的回应部落族人讲说 以前我们只注重在我们的文化传承 或是一些很多的文史 可是现在呢我们希望能够拉高部落的经济能力 然后去让年轻人回流 然后土地要有效的利用 对我们原乡来讲 我们的生态附和不了 我们也承载不了这么多的游客进来 那我们怎么样 但是他没有达到这样的经济规模的时候 我们一直讲地方创生 就是要人回来 谁要回来 所以我们在辅导咖啡产业的时候 我们就变成是说 我们的产量不多 台湾的咖啡产量本来就不多 可是我们的农民 你要他地方创生 你要他回来 他靠那一点点咖啡 他没有办法 他宁可去做外面两万块的薪水 他种咖啡 他的价值那个不好的时候 你怎么要求他要回来 变成一个他的生计来源 我们现在可耕作的面积 跟我们年产量如果要增加的话 势必要动到林地 那因为以目前我们国内对林地的一些 法规啊政策都比较保守 也比较严谨 那当然部落的人也知道这一块 所以想到说 如果有那个机会的话 或许我们可以在 不过度的干扰的机缘下 可以在林下 做一些经济的一些产出 政府一方面 我们好像投入了很多资源 要去鼓励这些 但是它的法规层面 却处处碰壁 举个例子来说 林下经济真的合法了吗 我们可以这样做吗 那有没有涉及到超限利用的问题 这个其实都会碰到很多法的问题 公斗公斗 那当然拿物以稀为贵啊 可能石棵里面它只有营兜 所以公斗你所有看到人家卖公斗 一定都比较贵 引导年轻人回到原乡 自己自足安居乐业 似乎始终就是个问题 在部落里如何创造就业机会 有哪些产业足以支撑年轻人回流 德文部落也面临相同的问题 在部落的路口 是一处占地不小的德莱公园 由山地门相公所为外经营 有一小群年轻人 努力地在此地扎根生存 而拍摄的这一天 仅有一组到访客人 德文有部落市集 那边就有很多的年轻人在那里 那些年轻人就是我们的部落解说员 所以当有客人进来的时候 他又一方面可以解说 那没有客人进来的时候 他又就是可以卖手工一瓶咖啡 所以现在的话那边有四家 就是完全就是以市集的营收 为他们的生活的 应该是说他们的经济来源就是这样子 如果是他那边来 比较熟悉的人来经营的话 是不是就会比较 走得比较稳吗 你要这样讲吗 也可以就是把这边的产业啊什么 因为资源他会很清楚 那可能在执行上是不是会比较OK 所以一直没有办法进来 这里没有自来水吗 没有 所以都靠自己营生权吗 我们就是自己到家里提水啊 提水啦 那可能洗手间就麻烦在就是那个 所以我说这个沟通很重要嘛 因为我们之前我们不缺水 我们会去跟部落的人做协调 啊 缺水多久啊 啊 缺水多久啊 啊 缺水多久啊 像这一次是从元月啊 1月1号开始一直找先生 一直买学 希望要第一点哦 不要去想别的 哈哈哈哈哈哈 自欺自主 不要去花钱 如果好 拜天 六日 那你礼拜一到礼拜五呢 还是有困难 如果我们两家都有开 那 纯吃饭那可能 可能我一天没不到一个 就是有时候也真的是一天 卖不到一杯咖啡 有这样的壮苦的发生 委外之后 那当然就全权就是有 委外这个民间团体来 全权来处理这个事情 所以 刚刚有提到那个水的部分 那个本来 我们就很重视这个 至少观光设施的基础设施要好 所以这个水的部分是 最近因为是枯水期啦 所以他那个 也许厕所的那个水量不足 但是 假日期间 我们那个理事长 跟我们反映说 他们有去载水 冒管处在之前 其实就 针对德莱公园那个地方 有做一些改善 确实水的问题 我们正在 跟这个 接受委外的团体 跟我们公所 尽量来 很努力 稳定的水源 已经是这一小群年轻人 经营的奢望 更何况 在部落 所必须面对的 可能是更庞大的土地议题 以德文咖啡的栽种来说 就会触及到 国有林地的 林下经济释放性 在台24线 这一个地方 就是屏东 林宛处这边 有成立所谓的 台24线 咨询委员会 然后有邀请 各部落的成员 担任委员 所以在土地上的利用 就是说 林地的利用上面 有任何的问题 大家都可以 藉由这个委员会 去讨论它 所以我们为什么 会有 林下经济的示范田 让三方都能够 彼此信任 比如说 学者 还有公部门 或是 我们部落的人 我们要怎么去 共同管理这个林地 然后它才能够被 是一个很有效的利用 而不是过度的去利用它 也就是希望能够解决 现在部落主人 跟林物局的 林地使用上的一些冲突 那我们 以我们的定位 我们是在想说 还我土地的 另外一个推动的计划是 三方共管 在原乡 其实很辛苦 它不是这样 在平地做旅游业 那么样的一个简单 它必须要去做很多平衡的思考 跟面对法律的一个 一个配合 怎么样去配合它做修正 所以光是这个经济规模 就很困扰我们 部落的特色产业发展 国家政策的辅导倡议 最终要如何汇留成共同的目标 地方创生元年的开启 是否真的能解决问题 族人都在拭目以待 而回到部落里的年轻人 也许都怀抱着一些初衷 那些梦想是和部落井井相细的 如果我们的这个临下咖啡的 这个临下经济的示范田 大家如果跑了三年四年 然后有一个很明显的一个数据 可以告诉大家说 透过这样子的一个模式 是对土地的利用是一个好的 对国土的这些保育是好的 然后又可以增加农民的收益 我想对于我们的临下的一些 就是临地的政策的修订会有帮助 也就是这也是我们目前正在努力做的 但是它实际上就是重不多 所以要走精品 那你要如何成为精品 你重也要重得好 你后置技术也要好 这个都是要人才培育 那政府就必须要不断不断的 去透过这样的一个人才培育 慢慢慢慢地把我们人训练出来 所以像这几年我们培育了很多的悲策师 当我们的这些所有的咖啡农 他自己他也能够去进行自己的悲策 知道咖啡的好坏 那他也知道怎么做后置 他也知道怎么种 那接着我们的文化的差异性 我们怎么样去告诉人家 我们的咖啡它的故事 每一个德文村的村民 他们几乎大概都有自己的咖啡的 一个园区 那我们希望是说 因为过去没有做一个田间管理的一个课程 我们希望找一些专家学者来跟村民来沟通 那我们希望不是卖豆子 我们是希望光客来这边喝咖啡 所以我们希望说有可能的话就是 每一个我们的族人 可以有自己的一个庄园 咖啡是我们的其中的某一个小巷 只不过因为它就是因为够大够多 所以大家才焦点都放在这 但实际上其实我们有一个更远大的方向是说 我们有一个所谓的保总计划 就是原住民的传统作物的原始种 要保育起来 有很多的计划的执行是 只要部落的人 大家认为这是值得做的 我相信就是可以持续地去做 那这些年轻人回来 也不晓得他们是怀抱着什么样子多大的目标 只是说很高兴他们愿意回来 然后陪着我们一起玩